然後黃珊珊當然很重要 我覺得陳佩琪 在這個法律上 跟黃珊珊把她作為諮詢律師 是找鬼拿藥單 找鬼拿藥單 當然嘛 黃珊珊的利益 她的叫做 衝突 衝突大了 跟她老公都衝突很大好不好 那大家多當脫北者 黃珊珊不是發生事態 所以你這個勸陳佩琪要聽啊 對 她要看你的節目 我跟你講 脫北者 最早脫北者 當然就是那個叫做張逸散 格爾什他們 那請問這些最清的這裡面 最早脫北者是誰 是黃珊珊 黃珊珊多少張 四北科 我請問你 四北科是不是她督導的副市長 是喔 因為她產發局下面是 你不要告訴我 她這個也沒蓋張 沒蓋張 自己督導的不用蓋 而且在四北科 她的張是不是不見了 我現在講她的心態 今天她前面有蓋 不重要的時候 到了深水區的時候 終於出現一個文 連我們的陣風處都說 柯文哉不可以這樣幹的 她就再發一個文 再簽一個文 黃珊珊蓋張說 我前面蓋張的不算數 但有這個事你知道嗎 在四北科這個案子 說作廢 好 她很早 今天就她早就是脫北者 阿伯事實上 一五七難道看不懂嗎 她就是要跟黃珊珊在一起 那是你阿伯自己的選擇 這個黃珊珊在政治上 甚至在法律上 真的是阿伯的冤親債主 阿伯為什麼會坐牢 為什麼不會收押 因為沒選上對吧 那誰破壞藍白盒 所以我們 哎呦 白說什麼叫做沒選 沒選沒選沒選就都抓去關 他做這個事情 不是 她選上的話 她就不會被關 我講因果關係 沒選上才被關 因為當然因為她犯法 對不對 那請問誰破壞的 綠色臥底是誰 冤親債主 黃珊珊 當然是 她今天命運這麼慘 一叫 讓她當副市長 二 藍白盒極力破壞 在那邊 在那邊一哭二鬧三上吊 跟那個戰狼小姐 現在賴慶者都就任多久了 這些藍白還在不甘願到現在 你看看 最不甘願是一個小朋友 年輕人叫林濤好不好 林濤從頭到尾都是 黃珊珊你要是沒有來破壞的話 我們都靠著 就是副總統了 副總統管的就是NCC精管會 還有什麼 保護 我主管這些單位 保障他永遠不會被抓去關 是嘛 你就講對了 到林濤還有三十幾歲的人 還放不下 不要說老先生 有道理 林濤從頭到尾都是 林濤本來就是總統府發言人了 對嘛 副民署長見發言人多好 林濤也恨嘛 對不對 林濤他的策略就是打三不打磕 可見多恨黃珊珊 言歸之人再拉回來洗錢 人家都是不是臭人 我們一坐電梯 你就那麼有肯定別人是籠子 你們在電梯裡面 那個那個電梯裡面還在講洗錢兩關鍵字 所以這事情才露出來嘛 好 有哪些人可能洗錢來 我們講好不好 錢很多的人 對 來路 錢來路不明的人 洗錢幫誰洗幫阿伯洗對吧 好 幫審慶金嘛 對不對 因為他的張錢進來 第一個最重要的洗錢 你存款是不是洗錢啊 ATM 所有的洗錢所有的如火如荼買商辦洗錢 所有的大動作從哪裡開始 從五月二號開始 因為我去告 我去告了以後 當然別人都在收資料的 可是我告只是讓簡聯取得一個正當性 有議員告我就要查這個案 本來都案並不動慢慢查 所以你看他五月六號五月十五月十號 買商辦成立制搖 全部都在那個時候 就開始把洗錢的動作了 這些張錢要變成房子 變成什麼 變什麼 有沒有 變成等等 好 所以慶祝南書啊 洗錢的證據啊 他一定要找律師怎麼解嘛 所以你覺得陳沛基逃不了了 我陳沛基當然逃不了 我覺得逃不了 那請問你啊 你今天你可以交代 你沒有一次交代清楚你的錢怎麼弄 顛山倒士上臉書 我覺得他這個女生真的是很壞事 你知道嗎 把他老公害死你知道嗎 真的啊 所以你又要再一次呼籲說 第一個不要相信黃珊珊 第二個不要再發臉書了 不要再發了 陳沛 對不要發了 陳沛基不可以相信黃珊珊 兩個都禮拜三傳 你為什麼他要請假禮拜五去 而且禮拜四有沒有睡在黃珊珊家 禮拜三晚上 沙板推演 沙板推演很有可能嘛 你信他嘛 信珊珊得永生嗎 不是耶 信珊珊會變成被告耶 這很危險好不好 再拉回來 今天你的所謂的洗錢 這個東西 我覺得他們出路很粗的啦 就是這些都一群自大狂 這個夫妻 我很厲害 我們都決一的 然後你們都是蠢貨 撿年也是蠢貨 然後做事也不是什麼防火 就這樣大拉拉 就這樣錢搞來搞去 這樣怎麼會不出事嘛 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會怎樣 接下來請問黃珊珊會不會跟李文中對質 請問李文娟憑什麼出去 咬他哥哥的嗎 妹妹咬哥哥 當然啊 沒咬的 有人咬了耶 沒咬乾淨 都還在收押叫住雅虎耶 對不對 可見李文娟已經咬到 檢察官認為還行了 已經功勞挺大的 所以接下來 再看啦 如果再傳的話 就沒有活口了 這個三個女人 三個沒有活口 再傳就沒有活口了 他不是自己托北他是被托北 那可能就 他們有事嗎 那可能就不傳他了嘛 再傳 請問你啦 這個不管是阿伯 不管是彭震生 第一次都是無保警匯 後來呢 再傳就收押囉 是不是 陳佩琪為什麼一直發臉書 我問你法官不語 這時候太太也不語好不好 對老公好一點 你話那麼多都是陳堂共振 這樣子真的愛他嗎 他想說要幫他喊冤嘛 中秋節團圓的時候 小嫂守到天亮 你一個小時就走了 我不要毀謀人家都不相愛啦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太太 該盡力的地方不盡力 然後該亂講話說 一直又一直 不該亂講話 又一直亂講 我覺得也不太好了 好我想請問一下冠年 你在臺北市政府擔任職務多久 兩年多 兩年多的時間裡面 你有沒有收到過柯文哲 從市長的特資費裡面發的獎金 或者是你耳聞到辦公同仁 或什麼單位 有領到這個獎金 畢竟市長這些年來 他至少 陳佩吉秀出來的文章裡面 是有發出八百一十一萬獎金 至少 跟我講好看 你有沒有嚇唬嗎 我附近是沒聽到過 但是 上上下下才很高興說 哇 柯市長給我一筆獎金 因為我表現得很好 有沒有 好像有一筆是那個學姐領的 他幫秘書處同仁領的 就是有一個這個活動辦得蠻好 但我具體金額我不知道多少 但是僅聽過這麼一件 事實上他八年到底有捐多少錢 其實我沒有聽那麼多人說過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 他秀的那張紙就是用一張電腦打一打 然後也不知道捐給誰也不知道誰領 就直接一個總金額 陳佩琪PO在臉書上說 你看看我老公捐那麼多錢 我覺得是很很詭異的一件事情 佩琪現在只有 只有四個字 愛莫能住 雖然他很愛柯文哲 可是他對他已經完全沒辦法伸出援手 因為什麼 我認為是柯文哲有很多事情 沒有交代給陳佩琪 陳佩琪非常精明 他的江湖的棋手勢跟出場勢是什麼 是MG149把那些單據洋洋傻傻貼在牆上 可是為什麼今天陳佩琪的回答 那麼的蒼白無力 他只說柯文哲八年捐了多少 這個特資費獎金 然後也說他們全家都是坐公車走路搭捷運 再來是柯文哲不愛美食不愛買東西 只吃樓下的自助餐 這個事情其實跟政治獻金案跟金華城 他無論一點關係都沒有 陳佩琪還這個留言留完就算 他還自己在下面留言 這是我11月7號去跟簡連說明的所有的自白 好 這我認為他有說啦 如果他沒說 他意思說他講話就是幫他老公喊冤罵 我愛錢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